今天呢,我幸福之言,推出佳毅文这个政策呢 我相信呢,第一点,最大的错误,就是没有争取,没有听起人民的心声 第二点呢,摆出官僚的态度,认为说,不断或者是当义民去讲的话,我们一定会接受,即使他是错的 如果,第三点呢,没有承认部终通告,我相信我们的这个部长,我们的官员,我们的议员呢,已经迷失了方向,迷失了这个重点 摆出一个方向,即使呢,我作为自政党的部份呢,我也不能够接受,这就可以通告 如果要做官,就要成财,要发达的话,我们就要做生意 做官和发财呢,能够参在一起的,所以,发官呢,这个发财和做官,做官要发财的人呢,我们就送他一副管财 要官又要财,就是管财,这是我们人民要保有的,应有的态度 不要把我们国家和人的全部呢,点打 这样就好,我们要告诉我们首相也好,部长也好,我们人民就是老板,我们是纳税人,他们的薪水 而今天呢,如果今天在座各位不缴走财税,不缴入税,不缴税的话,他们就要打包回家重康处了 所以在这位同胞呢,今天,我们不刺激了,告诉我们的部长,告诉我们在朝的议员,我的同志和同胞们 如果没有好好做好官会的话,我们呢,就送他们回家,送上书,送上书,好不好? 在这位同胞,在这位同胞 今天,我们